又回到第二小時的年輕有罪 歡迎大家繼續在我們年輕有罪的Facebook專頁留言 當中我們也分享了老王和巧兒的IG page 歡迎大家多多follow或者看一下 因為始終可能故意去談論陶瓷這件事很少有 可能只是自己興趣有沒有到上課才是最緊密地接觸這件事 我自己其實不是第一天接觸這件事 遠遠流長 這個是我第三號作品 第三號作品之前就有1號和2號的作品 因為今天我們講陶瓷 我就在籠底找一些照片回來 我們看看我當年試過自己做的陶瓷是怎樣 在兩位老師的面前獻醜一下 究竟我當時做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這個就是我第一個做的 這個是花瓶來的 大家看到我拿多瓶的造型 有一個這麼闊的瓶口就知道也是花瓶 但其實未正式插過任何花 然後我們插了一些筆 這個也不小 第一次都不小 但為何會做到這個效果呢 就是一個浪漫的故事 當年某一間餐廳 有一個主題就是你在那裏吃飯可以免費玩陶瓷 還要是吃燭光晚餐那種吃牛扒仔 那我就很小 那時候就不是跟爸爸媽媽去的 是我公公帶我一起去 就是我跟他們兩個撐桌腳 但我之後吃到一半的時候 就可以去旁邊那裏有個機器拉那種效果 當然她的樣子這麼圓滑 當然不是我自己一手一腳 第一次玩就成功了 其實有個姐姐扶著我的手 幫我整個花瓶陶瓷出來 那你那時候不是一手泥嗎 是啊 然後也有洗手的 洗完手再吃東西 但她就有一個這麼堅密的東西 在餐廳裡 其實真的為了製造那個陶瓷 不是那餐吃的味道好不好吃就不記得了 就記得製造了這個花瓶 製造完之後 其實要花時間才可以收到成品 她就叫我自己挑了一些我想到的公仔 這個公仔我都忘了自己挑下去 還是公公挑 因為挑質都比較漂亮 我們可以看看另一個角度 我畫了幾樣我不明白為何要畫下來的東西 首先我畫了一個女生的頭 剛剛看到 然後再畫了兩棵椰樹 還是什麼樹的東西 因為你要給你的作品有個記型 旁邊也放了很多別人之前弄下的作品 但可能還沒來拿的作品 然後我就把這個畫 然後就挑走了泥 形成這個效果 再下一張 我們要知道這個作品有多歷史悠久 下一張會有個年份寫在上面 它就是寫著 1999年 對 所以數回是超過20年前的一個作品 21、23 很數學很數學 23年前做的第一個作品 這個就放在我大陸的家裡 所以是我媽媽拍照給我的 我記憶最深就是這個作品 因為始終是一件事跟公公去撐桌腳 可能有時候 還要小時候就要撐桌腳 觸光晚餐這個概念 還可以整圖詞 所以記憶求心 之後我還有另外一個作品 下一張圖 下一張圖 就... 這張圖跟剛才的感覺就不同 它就寬闊很多 我估計這個是一個碗來的 但我已經記憶失去了 但怎樣記憶回自己的作品 原來上面我大疊一隻字寫著自己的名字 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喜歡 在作品上面寫名字 通常我們是畫畫的 下一張圖就看到我寫了自己的英文名字 我不寫中文字 我今次寫英文 然後我們可以轉換角度 看看這個碗仔 但這個碗也是從來沒試過拿來吃飯的 只是買... 做了之後就放在這裡 那我就畫了 也是用挑的這個方法 挑了很多不同的公仔出來 這個我估計可能是一個胃來的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下一個呢 就會見到是有大家同年的回憶 就畫了比卡超和車利龜在上面 這個就是宜時的一個作品 這個就是我初接觸陶瓷 或第三次接觸陶瓷的過程 前兩次應該就是老師你們經常 可能剛才也有提過的 是拉杯的方法 可能是有個機器 好像把他長高一樣 拉出這個形狀 製了一碗 瓦仔 和一個花瓶 自行有個物料 這絕對是成年以前 很久之前 二十幾年前的一個作品 最近的一個作品 我們可以再跳幾張圖片看看 或者可以順落看看 我們當年的畫工有車里龜 很開心看到我旁邊放煙花 當時想不到有什麼元素 我盡量做完之後我就畫了 最重要的部分我應該是參與在畫上 因為那個拉杯技術不可能拉得那麼均整 要一些時間看得出來 老師應該也不是一個小朋友出自他的手 很正常的 很正常的 通常開頭學時老師會多幫忙 對 但他喜歡這件事慢慢轉型就可以找到自己的方法 最近的一個作品 最近的一個作品 我們不要看這個作品 最近的作品 我們稍後再講這個作品 反而我們剛才提及去拉杯 究竟是哪一回事 其實巧兒和路和我想問 簡單來說做圖詞 應該有多少個步驟呢 其實 當然前面還有其他步驟 簡單來說 當我已經有泥在我面前 就造型 造型也有不同的技巧 例如拉杯是一種比較大的分類 第二個分類就是手裂 我們不如先說拉杯 拉杯有泥後 可能要搓到那個泥 對到屬性可以拉 對 要搓泥 把空氣吹出來 讓泥軟硬度均勻 軟硬度均勻 中間的步驟 免得說太多 不過當你做完成品 其實要讓它乾 風乾 風乾 但乾到差不多的時候 其實就要收底 因為一開始我們拉杯 絕對是平的 因為你在平面做底 你沒有照顧到 可能上面做得很漂亮 會硬殘一點 我們會趁硬到差不多 就可以反轉去 去收乾淨的底 我們看到碗的腳 就是趁這個時候做的 噢 為什麼那個碗 可能好像有個位置 我們吃飯的時候 有個位置拖一拖 腳仔在 對 就是收出來的 收出來 如果你說我想做個手柄 也是在收完杯之後 就會貼上手柄 明白 這個已經做到整件事 只可以說做到一半 對 因為後面還沒有說 那我們先看一看影片 可以說一下 究竟是怎樣拉這個杯 這是一個快一點 現實是做不到這個速度 這是快了很多倍的效果 好像老王剛才所說 首先你有一塊泥 你可能要用兩隻手 它軟硬到適中的時候 把它拖起來 它好像一個 寵物小精靈的角色 好像那個地鼠 它首先有一顆東西 然後呢 然後呢 要中間 把它定了 在中間 然後 我們去回前一條片 保持著播 麻煩 把水扣在中間 然後 等它中間 因為有一個步驟 中間 就是要把所有東西 很平均地 壓在中間 中間 它不會拼來拼去 很定的 然後呢 就會做以下的步驟 例如開孔 就是在中間開孔 就是在中間開孔 扯 扯 然後拉高 就是拉杯 把泥 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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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做造型 一般 我們拉杯 都會先拉直筒形 為什麼呢 因為 其實我們需要一個很平均 很直的一個長身 然後呢 上來先 然後呢 要再去做一些 例如碗 例如做一些 花瓶 對 因為現在我們看到這條片 它就是一個圓柱體 但是碗 我們就知道下面窄一點 上面闊一點 可能花瓶就是 下面窄 中間就肥肥的 去到頸又再瘦 然後口又打開 嗯 我們其實最基本 要學會拉到一個 直筒的形狀 然後下面的其他的變形 就要 當你有一個直筒形 然後我再慢慢 改變它 拉闊它 或者收窄它 因為我看到很多 我看到很多 做初學的時候 最容易就說 拉一下 然後突然變形 我看到很多 然後就 踩踩一下 好像高速旋轉的時候 它開始很暈 開始 什麼時候 在哪裡 扭S型 我看到很多就是這個 所以這個 我們叫做 要音力 要化力 還是要很平均 拉起它 你要適用力 因為其實它比你想像中 看片 好像很輕手 其實比你想像中 需要更大的力 去定誘 始終它是一個 在旋轉的物體 它有速度 它有速度 它有重力 在中間 其實你要跟它 鬥力 但又不能太大力 鬥力 太大力 它又會散開 對 啊 你要摸熟它 你要感覺到 夠泥 它開始 飛出去了 或者它開始 那是否要救回它 要怎樣去 可能在這裏 那裏後 其實你要知道它 那一下是甚麼狀態 所以我們經常說 做泥 最好用手去摸那塊泥 感受一下那塊泥 你的手指摸到厚薄 或者下面很厚 上面很薄 上面可能會飛出來 拆開 下面太重 所以 要多試幾次 你就 要得到那個感覺 你就會馬上快很多 這個就是你們 累積了一段時間的手感 它是經驗 但更多是一個手感的感覺 D100更多精彩節目 等待大家 出本重溫 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1000元 請即訂購支持 請相信 能不能爆發 分享 對 了 這次